第一则新闻 为了增强太平洋岛国的互联网接入能力 并抵消中国在该地区的不断扩大的影响力 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计划共同建造一条海底电缆 以支持太平洋岛国 该项目将耗资约9500万美元 涉及铺设一条长约2250公里的海底光纤电缆 此计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太平洋岛国的互联网接入问题 这些国家的互联网接入能力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落后 缺乏快速和可靠的互联网接入 已经成为太平洋岛国发展的一个瓶颈 通过铺设一条长达2250公里的海底光纤电缆 这些国家可以更快更可靠地连接到全球互联网 从而促进其经济发展 此计划还旨在抵消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不断扩大的影响力 中国逐渐成为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力量 这引起了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关注 这三个国家认为通过铺设海底电缆 可以增强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并维护其在该地区的利益 此计划还可以为这三个国家带来经济利益 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此计划来扩大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商业和经济活动 通过改善太平洋岛国的互联网接入能力 这些国家可以更好地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进行商业合作 从而增加其经济收入 此外该计划还将有助于提高太平洋岛国的教育 卫生和文化水平 有助于太平洋岛国的发展和繁荣 第二则新闻 以色列计划沿着其现有的石油管道 建造一条长达254公里的光纤电缆 连接欧洲、海湾国家和亚洲 并将自己定位为通信路桥 这个项目由以色列国有的能源集团EAPC负责建设 光缆将从地中海沿着现有的石油管道路线建造 最终连接到以色列近海的海底电缆 并将在25年租期内开放给持牌的电信公司使用 除此之外沿着管道路线部署光纤还将有助 于监测地形变化和检测潜在的泄露问题 从而解决环保团体对管道安全记录的担忧 此外 该项目还将使以色列在通信基础设施方面更具竞争力 并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 这条光纤电缆的建设将为以色列带来巨大的机遇 将其作为通信路桥的地位定位更加重要 并将为该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带来积极的影响 第三则新闻 印尼和伊隆马斯克的太空公司SpaceX成功从美国发射了一颗大型电信卫星 总投资额达5.4亿美元 旨在解决印度尼西亚欠发达的东部岛屿缺乏互联网连接的问题 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居民仍无法接入互联网 该项目旨在连接印度尼西亚群岛偏远地区的互联网 虽然大多数印尼人已经有了互联网接入 但该国东部岛屿的连接问题是影响许多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问题 除了提供互联网接入 该项目还有望卫嵌发达地区带来经济机会和改善通信 该计划是印尼政府和印尼卫星服务提供商P.T.Satland Nusantara-Tigre的合作 这颗重达4.5吨的C-Tree一卫星由Zilis Linear Space建造 由SpaceX的Falcon 9火箭送入轨道 将占据印度尼西亚东巴布亚地区上方的轨道位置 C-Tree一具有每秒150GB的容量 将为5万个公共服务点提供网络接入 汇集光鲜无法到达的村庄 最后的结论 在当今的数字时代 通讯网络成为连接全球的重要基础设施 具有战略价值 掌握通讯网络意味着拥有信息传输和共享的能力 可以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影响 这三个项目的共同之处在于 它们都是国家或地区为了增强通讯能力而展开的努力 它们旨在解决地区的通讯瓶颈 提供更快速、可靠的网络连接 促进经济发展和信息交流 未来世界的趋势分析显示 通讯网络将继续扮演关键角色 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 随着数据需求和互联网使用的增加 对高速、稳定的通讯网络的需求将持续增长 国家和地区将积极发展通讯基础设施 以提供更好的网络连接和服务 然而 通讯领域的竞争也将带来一些挑战 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利益竞争 可能导致通讯网络的分裂和垄断 产生安全和隐私等问题 因此 未来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规范 确保通讯网络的开放性、安全性和公平性 貌似帮助弱势区域发展 但实际上是不是都在抢占通讯资源的版图呢 未来谁掌握网络甚至是更快的网络 谁就掌控了话语权 这些有能力开疆辟土的通讯公司 都是未来可以考虑投资的对象 影片最后 如果你希望以后都能收到AI最新的新闻 希望你可以按下订阅按钮 并且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能购及实获的我们最新的影片更新落 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了解的人工智能议题或新闻 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影片见